印度的一個狀況其實就更妙了 我們知道看到印度 因為拜登他上來以後 一直希望能夠拉攏印度 等於是一個跟中國來進行 所以他不停的去拉攏印度 我們看到光在今年拜登真的是很給面子 就給印度的總理莫迪在白宮辦了一場國式晚宴 這個國式訪問還有一個國宴 這個是一個最高給外國領導人所能夠給的一個最高的領域 同一時間他還特別大老遠飛到印度去出席20國集團G20的峰會 那真的是完全給足了這個莫迪面子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拉攏印度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上面發揮更大的一個力量 但是印度很明顯的也看到美國非常需要印度 所以後來才發生了在11月底 我們知道美國的司法部宣布印度在美國是買凶殺人 沒錯 對 就是有印度的官員 他們應該是知道這個印度的官員是誰 但是他在這個印度的一個官員呢 印度的官員他等於是請求在美國的某一個印度裔的人士來當地招募殺手 要來去殺害某個席克教的一個領袖 那我們知道有些席克教徒他們是希望這個獨立的 就是能夠對Panjabi這個區域他們叫做哈利斯坦這個區域能夠獨立出來 所以就是買凶殺人 這個事情就相當的微妙 就是印度已經很清楚這個美國希望拉攏跟他之間的關係 於是他也是很大膽的做出了這樣的一個行動 就是希望就是去買凶要來殺人 然後其實美國非常早就已經知道這個事情了 美國知道這個事情甚至是早於加拿大 加拿大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真的殺掉了 印度真的是在加拿大真的是買凶 然後真的是殺了人 所以搞了後來這個印度跟加拿大的整個 外交就是爭端非常厲害 然後互相什麼大那個外交人員啊 互相驅趕之類的這些事情 都就是兩國的整個外交爭端 是非常非常的一個一個劇烈 那其實美國已經知道這個買凶殺人的事情 早在於這個加拿大的確實殺人的事件之前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美國其實他後面 比如在私底下其實都一直不停的有在跟印度說這件事情 希望印度能夠好好處理 但是後來真的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美國是公開了這件事情 也許這個事情真的是被媒體給抓到或什麼的不清楚 但美國他是選擇公開這個事情 那現在好了 現在就非常尷尬 就是明年我們知道每年 我們可能大家可能在看這個一些一些一些視頻啊 或者是YouTube上面常常會看到就是這個印度的國慶日閱兵 就是非常奇幻就是什麼 很誇張的 就是摩托車的表演 對那他們的他們的重頭戲 對特技表演 對特技表演 這個印度其實他是非常重視這一塊 那他們也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其實這個特技表演是在英國殖民時代的友善 他們就非常重視這一塊傳統 雖然在我們眼裡看起來有點誇張 但是他們是對這個事情是相當相當的自豪的 就是說其他國家的這個國慶日閱兵就是閱兵嘛 但是印度就不一樣 就是比較熱鬧 那比較吸引人對吧 那他們非常自豪 所以他們其實每一年都會請一位國際的這個領導人 嗯 就是一個國家特別是國家的元首 來做客印度 就是我印度我能夠給你的最高最高最高的一個榮譽 嗯 就是你能夠來到我這個國慶日來進行這個閱兵的一個 參加這個閱兵的這個儀式 那今年其實當然你看到印度他受到這個拜登的一個邀請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啦 然後拜登到印度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啦等等 所以印度這次在明年的一月份的這個一月底的一個國慶不是一月底是一月中的國慶的這個閱兵活動 那本來是要邀請拜登 嗯 來出席 這等於是給印度所能夠給到最高榮譽 嗯 然後在本來這個閱兵儀式之後第二天也是在一月中嘛 第二天呢還要再搞一個這個quad 就是四方會談 四方會談 也就是美日印澳四個國家的領導人齊聚這個心得裡要來開這個quad的一個會議 但是最新的消息是白宮的不具名的官員是證實拜登不會接受邀請 嗯 那當然呃白宮的一個說法是啊這個拜登要進行這個國慶滋文的一個呃演說 那兩個是日期太近 嗯但是問題是這個印度的國慶閱兵日是在一月中 那就我所採訪過的所有的這些美國的國總統的國慶滋文 你知道拜登去年的國慶滋文 嗯不是去年今年的國慶滋文 2023年的國慶滋文是在幾月的時候辦的嘛 在三月的時候才來才來舉行 嗯所以他白宮給的是一個行程的一個衝突 但實際上美國的總統的這個國慶滋文的一個演說呢 嗯是從來就沒有在這個一月中來來舉行過 嗯所以所以這個就很明顯在說明了什麼 就說明就是說拒絕印度 拒絕印度然後真的也不想要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公開了 你在美國買兇殺人 嗯那我今天還特別去跟這個 那這個對拜登的這個形象就 布亞儀當初他跑到這個沙特阿拉伯 當時他就說對沙烏地的這個殺人犯 王儲說你是這個要把你變成一個賤民國家 但他也是為了要去求石油 然後逼著頭去了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所以他們這一次就是連到這個印度他也去不了 那在明年就我們知道明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 沒錯 其實所有的美國總統大選年呢 這個美國總統的一個出國的次數會大幅的減少 所以就等於是因為印度真的就是看到美國需要他 所以他敢這麼做 那也搞得拜登他的整個在外交政策上面的一個迴旋空間呢 就變得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所以就相當的尷尬 那這是我剛才所提到的一塊就是說 這些國家知道美國越來越需要他們 所以他們等於是讓就是出招 讓美國真的是沒有辦法做出太多的外交回旋的一個空間 那這是第一塊我提到的就是一個就是在這個巴以衝突 還有烏烏衝突以外 第一個要提的就是印度 那第二個我要提的是非洲 其實在昨天蠻妙的 白宮他是發了一個聲明 紀念這個美國非洲領導人峰會舉辦一周年 那這個之前我們在這個龍行天下裡面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拜登在去年辦了這個峰會的時候 他信誓旦旦 就是他今年一定會踏上非洲的土地 展現美國對非洲的一個承諾 那包括美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格林斯菲爾德 那他也說這就是代表美國的一個莊重的承諾 但現在呢眼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實踐了 因為今年到這個時候了 接下來也是這個聖誕假期還有新年假期 拜登真的是很難能夠做出一個到非洲採訪的一個安排 那為了要緩解這樣的一個尷尬 因為他前幾天其實是邀請了安格拉德總統到白宮進行訪問 那意思就是說我已經邀請了這個非洲的領導人進到白宮來了 但記者其實都沒有忘記這件事情 白宮的記者其實都記得拜登要去非洲這件事 所以一直在問 那拜登就說有機會還是會去的 那於是他們就選擇在這個一週年的這個時刻呢發了一張聲明 就說哎呀我們這個美國對非洲的這個承諾是all in 然後美國呢對於非洲的整個投資呢是五百 什麼對美國對非洲投資是五百五十億美元 那這個所謂的投資呢其實就是很多就是美國的私人公司的一個投入 那這投資不代表是免費的 那投資其實可能還是需要還錢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包括在聲明上面還說啊 今年啊拜登已經派了十七個政府的高官 然後到非洲來進行訪問 但問題是非洲遠快五十個國家 這麼多的國家十七個高官能夠去到多少的非洲國家呢 就是這到底是代表了什麼 但是因為拜登在這個核武衝突啊還有這個 巴以衝突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選擇就是放鴿子 那去放鴿子的例子還真的還不少 還有這個東南亞 那我們知道這個拜登上來之後也搞了這個拜登的這個美國跟東南亞的領導人的峰會 真的就是把這些各國領導人都請到 當然有些國家包括緬甸的領導人沒有來 那當時他美國是給了不是很高的一筆援助給東南亞 對 然後所以今年在東南亞本來就是美國其實他要重返這個 無論我們說是這個印太戰略啦 或者是要在亞太地區想要立足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他最主要應該是要去拉攏東南亞 這塊其實對於拜登來說是非常重要 其實在美國的這個整個外交界他們也非常清楚這個事情 但是今年在9月份在20國集團峰會的時間 拜登其實人已經到了越南 他後來還到越南 他特別飛到越南 對 那同一時間其實在印度尼西亞 是在舉辦這個東盟峰會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東盟峰會 但是就明明時間跟拜登人都已經到了東南亞 其實是吻合的 他完全是可以去的 但他選擇沒有去 然後亞加達時報就寫了 這簡直就是對這個印... 對印尼的 對不把印尼當回事啊 對就是羞辱 羞辱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他們其實應該也是很清楚 就是美國的外交人員 他們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拉攏東南亞 但是因為在最高層 一直到拜登這塊他選擇不去 放人家鴿子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其實今年也是... 也是在... 應該是上個月他就邀請了 這個印尼的總統 來到白宮進行訪問 那這個左柯其實... 本來這個整個訪問美國的一個 設想的一個基調就是... 這應該是一個抗中的一個... 我現在又把印尼拉攏了 這等於是一個抗中的一個基調 但是... 左柯其實也很不客氣啊 他就... 他在記者... 他在面見記者的時候 把整個這個... 這次... 就是美國跟印尼的這個... 高峰會呢 變成巴以衝突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就把巴以衝突變成一個焦點 他... 他意思是說... 左柯意思是說呢 就是公開的跟記者說 他希望美國能夠呼籲... 來結束暴行 就是... 在加沙我們看到這麼... 這麼慘烈的一個... 一個... 一個...一個... 狀況 其實在印尼... 說到這裡我去年底... 去年11月... 也有去印尼... 做採訪 然後... 其實跟當地人有... 蠻多的一個... 溝通啦 然後... 聊了很多事情 然後... 其實我發覺一件... 蠻奇妙的一個事情 就是... 欸我走在印尼的... 街頭... 無論我去到巴厘島 或者是去到雅加達 其實我... 基本上... 很少很少能夠看到美國人 很少 沒錯 然後我就跟當地人聊 他就說... 對啊會來了 基本上... 你能夠看到的... 這個... 所謂的... 白人... 西方面孔 都是... 澳洲來的 澳洲人多 沒錯 對... 其他歐洲人其實也不太多 那美國人是非常的少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其實... 一直把這個印尼呢... 美國國務院一直把印尼 列在這個恐怖國家的清單上面 嗯... 穆斯林的關係 從來... 從來就沒把它拿掉過 所以他就說... 那... 印尼就是一個恐怖國家 那... 那... 美國人不來其實也... 也蠻正常的 因為... 你想要重返... 你想要這個... 實施這個印太戰略 然後想要在這個亞太地區 然後能夠立足 那同時之間... 你有把印尼一直放在這個恐怖國家的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高度的旅行情節的一個... 一個... 一個清單上面 那... 真的就是... 連這個民眾之間的一個交流都是非常非常的爽 官方的交流也是相當的有限 那... 那... 所以就變得一個很尷尬的一個狀況 所以那我們剛剛說到這個印尼 就是... 這次拜登他就放鴿子 對... 對非洲放鴿子 然後對東南亞最大的國家 最重要 最... 在東南亞可以說是最關鍵的一個國家 因為他也放他鴿子 沒錯 就... 就... 真的是人... 當地人都覺得 我們是不是就... 被喬不惜啊之類的 嗯 然後這是第三個我想要談的一個區塊 那第四個區塊呢 我想要... 這個部分我補充一下 因為... 因為拜登... 拜登對於... 或者美國的國務院啊 對於... 對東盟... 對東南亞的... 重視跟在乎 這裡面當然是在中國的家門口 就是不能夠讓東盟跟中國 繼續的緊密下去 所以感覺出來國務院啊 我們拜登啊 在... 在... 就是說呢... 分化東盟這件事情上面 花了不少的工夫 他特別跑越南 然後你看他在菲律賓上面 花了工夫 在菲律賓上面是有做出成績的 菲律賓現在跟... 跟中國的關係呢 跟年初完全不一樣 但是因為呢 尾巴衝突的關係啊 其實東盟出現了變化 就是東盟畢畢竟... 有非常大量的穆斯林 那你剛講到印尼 全...全球的穆斯林人口 最多的國家是印尼 旁邊呢還有馬來西亞 但是我們看到這次的尾巴的衝突 除了全球性的這種的... 反猶太的憤怒啊 都已經公開化之外 這在過去... 不要說美國 在全世界... 公開的反以色列的這種的... 集體的這種的氣... 氣氛其實也過去沒有過 即使在五次中東戰爭的時候呢 你都聞不出那樣的味道 這跟美國 不斷的對穆斯林的污名化是有關係的 所以穆斯林為什麼在美國... 美國國內阿拉伯人人口的比例呢 會這麼的低 因為我來這個地方 我感受不到你這個國家對我的善意啊 就我已經被貼上了標籤了 那你看到這一次的尾巴衝突裡面 其實在東南亞的反應是很激烈的 不管是... 不管是印尼也好 馬來西亞的安華也好 甚至福利拼境內的穆斯林也好 那個呢其實情緒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呢拜登接下去呢 在這個地方呢 要做功夫啊 那個難度很高 那越南的部分來講 我簡直在表達 你怎麼看拜登在越南下面下的功夫 因為習近平主席才剛去過 那以越南在招呼拜登跟招呼習近平 顯然的天壤之別啊 習近平來那個規格還是非常高的 可是拜登去的時候 雖然拜登興高采烈啦 覺得好像呢在中國的家門口撿到個朋友 可是... 可是顯然顯然 越南不是這樣的對待啊 對啊 就是包括越南 我知道是外... 越南那邊 拜登明明是晚上到的 但是越南沒有幫上去辦晚宴了 就是... 他餓肚子啊 就是一個午宴 也不至於餓肚子的 但是起碼還有一些... 就是一些... 還是自己回去吃飯的吧 對對對 就是我們可以看出越南 他去... 他們越南他們現在採取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今年越南的一個經濟狀況是... 不好 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非常惡力 他對美國的出口也衰退很多 對對對 最主要是因為... 今年整個經濟的一個狀況 是... 所以越南他真的就是... 需要廣交朋友 啊... 這個是完全... 完全可以... 可以理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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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說... 就是... 在越南確實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蠻大的一個區別 而且... 拜登對越南的整個... 反問其實是相當的短 旋風反問就是... 就是... 24個小時 兩天一樣 然後算好像是二、三個小時啦 嗯... 就是... 過夜 那你再把這個... 呃... 睡覺時間減掉 其實他在越南停留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嗯... 然後還要去... 當然... 每一次美國總統到這些國家去訪問 他還得要花時間去... 當地的美國的... 呃... 使館... 進行訪問 那給美國的使館的人員來加油打氣 嗯... 那所以真的是... 他越南停留時間其實也是相當相當的短 不要看就是說... 但是雖然白宮他認為這個是一個巨大的一個突破 但是... 嗯... 你就光這麼短的一個時間 到底最終能夠取得怎樣的一個成就 其實... 也是... 比較有限的 那... 當然我們知道越南... 之前我忘了... 我應該... 你應該有看過有這樣的一個畫面 就是... 呃... 越南的... 呃... 應該是領導人 嗯... 在跟... 拜登講完話之後 就... 啊... 對... 他就是... 就是東盟... 拜登邀... 邀東盟加一啊... 這東盟國家呢... 去... 去美國去白宮呢... 參加峰會的時候... 對... 越南的... 越南的這個領導人... 然後... 就說... 呃... 范正銘呢... 就是在... 在跟... 跟自己的同僚... 在閒聊的時候呢... 也不知道這些記者呢... 在錄音... 在拍攝的... 咕咕嚕嚕嚕的... 用越南語的三字經... 把拜登罵了一句... 哈哈哈... 對... 就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他們需要美國的投資... 需要美國的技術等等的... 但他們其實對美國... 還是抱持著某一種... 一個... 警惕吧... 嗯... 就是... 他也希望能夠採取一個... 比較平衡的一個... 一個策略 所以越南真的是... 一個比較... 比較巧妙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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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